第千二百集 六人齐鹤着 无量光无量节无量能 永世镇压 响彻天上地下 隆隆轰鸣 也不知道传出去多少里 前方的虚空在崩坏 混沌光引线 生生的批出了一个小世界 在这里多了一种开天的契机 这是一次强大绝伦的功法 天降锐采地线神连 各种光汇聚在一起 成为了一片神海 所有人都倒服了下去 没有受到攻击 但是却承受不住 天穷上的威压 世界像是毁灭了 绝代神王双手滑动 时间对于他来说像是静止了一样 他白发飞舞 眸光坚毅不为所动 划出道的轨迹 唯有叶凡看得明白 他在演化斗战圣法 五千年来攻击力第一 又一次大方光彩了 而这一次 神王是以圣人的身份登场 在献其无敌功法 最强攻击力 天地崩开 一尊赤红如血的炉子成险 神圣浩大 压满天空 上面刻有神鸟 太阳等各种古老的图案 烟霞如血 绚烂绽放 这座圣卢盘各种法则的交织 发出天道轰鸣声 镇压而下 无人磕挡 什么 你带来了几道地兵 这难道是江家的横雨炉 几位古王惊悚 寒毛倒数 深深涌起一种无力感 他们抗衡不了 被压得不断下沉 不 这是他演化出来的功法胜术 并非常兵 这 太可怕了 一位古王通体冰凉 所有人都震撼 石破天惊 人族修士知道 这一定是斗战圣法 演化出了盖世的功法 五千年来攻击第一 不可打破的神话 所有人都激动了 迈入圣人之境后 白衣神王更加无敌了 依然是那个独一无二的绝代神王 太古各族面露巨色 所有人都胆寒 一个人力压六圣 这是何等的风采 该是无双强者 圣人中的王 天空中 那尊赤霞漫天的圣炉 无可抵抗 压得六尊古王身子都弯了下去 将要跪倒在地 绝代风姿不减当年 五千年来攻击力第一 依然是不可打破的神话 白衣神王风采依旧 随着他的出手 人们血脉奋章 跟着大吼了起来 众人热血澎湃 天穷上 那座血色的神炉 在绽放无亮光 赤霞缭绕 神则无穷 大道轰鸣声 不绝于耳 六位古王弯下了腰 屈下了膝 承受不住神威 共同对抗也无用 体内每一块骨头都在 响将要炸开了 天地间茫茫一片 到处都是光 到处都是法则 一座赤红如血的神旗 如山月一样高大 照耀天宇 所有人都被设服 六位圣人连手都不敌 被压在下方 即将要跪服 彻底的行神俱灭 人们不得不震撼 白衣圣人并非有虚名 斗战圣法举世无双 连横与地炉都演化了出来 这有什么不能做到 六位圣人都大叫 全都大口吐血 身体弯曲得更厉害了 不跪拜下去 就要身死盗销 终于第七位古王出手 他很强大 化成了一道无两光 白茫茫一片 四一挂银河垂落 以身合道 千世不朽 万劫不坏 刀法无边 开天辟地 这位古王很强大 像是在无量光中 获得了永生 手持一口巨大的神斧 力劈而下 要将虚空中的血炉抛开 像是在开天一样 混沌器都冲了出来 不得不说 此人极度强大 地火风水轮转 一个新的世界的气息冲来 他劈开了一切阻挡 混沌光 汹涌 这并非虚景 而是真正的太初之力 由万物出生的气息在弥漫 像是回到了道之初始那一刻 面对这一切 白衣神王双手结翼 赤霞振腾 璀璨的横雨炉不断上升 竟是直接挡住了这一幅 在炉上 有九只神皇冲出 还有一轮太阳显化当场 这是一种地威 根本不像是演化出的 仿佛真正的 急到地兵到了 剧烈的碰撞 那轮太阳与神斧撞在了一起 发出了不朽的光芒 整片天地都崩塌了 在这一刻 所有人都失聪了 什么都听不到了 那种巨大的碰击声响 让许多人耳朵鲜血长流 幸亏相距足够远 不然所有人都要死 成为尘埃 连血迹都剩不下 这是一次可怕的冲击 横雨炉上烙印的太阳崩开 而那口开天巨幅也崩溃 成为流光 交集所造成的波动太耸人了 像是击穿了九重天一般 这是一场大破灭 摇池内一些长老惊呼 净土外的一些阵纹 差点被撕开 这一战的攻击力过于无匹 此地有无量阵纹 专是卫生人开辟出的战场 地下满有一块又一块的古石 部分为西皇所刻 当年摇池搬迁 这些东西并未能全部依赖 但是最重要的部分 却都带到了 这就是圣人之战 毁天灭地 专为他们准备的战场 都差点击穿 出现了一些小差错 第七位圣人大叫着 满头发肆飞舞了起来 怒目圆征 但是却挡不住九只神皇冲击 将其压在了下方 天空中 赤红如血的身炉身高 而后又猛的压落了下去 这一次将七位古王一起镇压 所有人都呆住了 这是何等战力 一人毒压七声 占据了上风 这是绝带惊艳的表现 这七宗古王有四人 踏入这一境界后 并未走出去多远 但另外三人却都很强大 尤其是最后一人超级可怕 却依然不敌 七人大吼 响彻云霄 给我骑 朕的这片天都都在窑洞 传出去数万里 天地规则都在发产 第七位圣人的加入 让他们变得更为可怕 竟要将那血色的圣炉掀开 震碎在虚空中 在这一刻 每一位圣人的天灵盖 都冲起一道血柱 几乎要打穿了天地 他们真的拼了 动用极紧力量 气壮山河的吼声 震开了岁月 冲垮了空间 隆隆而鸣 像是千军万马在奔腾 震耳欲聋不足以形容 七圣怒合 划破了时间的长河 血色的圣炉在上升 将要被掀开 七位圣人爆发出了 无与伦比的力量 怒发倒数 血气如江海 透过天灵盖而出 所有人都惊呼 面对这一切 人们真的怕了 江神王如果败了 还有谁能当住 此时 白衣圣人成为了人们 唯一能仰仗的人族圣者 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所有人都恐惧了 身体都忍不住颤抖 人族实在是败不起 没有那么多古王 圣人太稀少了 一旦亡掉 后果不可想象 许多人暗自祈祷 天有神王啊 白衣烈烈 江神王发出一声长啸 生动六合八荒 他从天而降 整个人都在散发光彩 踏在横雨炉上 这是一幅永恒的画面 多少年过去后 人们都不会忘记 绝代神王之无敌风姿 尽显无遗 白衣圣雪 神王将太须 踏着横雨炉落下 将七位圣人都压了下去 不断下降 无可匹敌 七声大吼 全都大口磕血 每一块骨头 都出现了裂纹 他们绝望了 人族的这位圣人 堪称圣中之王 他们欺人合力 都不能撼动 被人踩着横雨炉 镇压在下 生出阵阵无力感 失去了一战的勇气 后黄古时代正道的圣人 都这么可怕吗 最为强大的那名古王 意志最坚韧 但却也绝望了